為了保護地球近年來力推五指化與一化系統 透過減少指張浪費來達到減能減碳 但議員黃家綺跟謝美英指出 議員服務處每天收發的公文也相當大量 希望也能推動電子化公文系統 工作報告內容提到公文電子交換系統的推動 請問局長我們現行電子公文收發作業的流程是什麼 有沒有統計過每個月市府跟各議員服務處間 公文往返的數量 那有沒有這個機會讓服務處也可以使用這個系統 在執行上有沒有困難 黃大綺議員表示實體公文不只數量多 而且很多都是沒有保留時效性的文書 看完就得銷毀 之前有了解過五指化的相關內容 發現立法院跟台北市議會都有類似的系統 希望桃園可以跟進 結果他說回覆說有什麼電子簽章法 規範對象就是持有憑證的機關跟法人 那議員服務處不屬於機關或法人 因為議員他就是自然人 會就是主要的問題是在這個層面 那至於說其他技術上只要有憑證 那這個我們目前都是用這個方式來分送公文 電子公文 因為其實現在問證還是強調就是 時效跟有效的 那採資本公文往返 第一個耗費時間又 而且公文還常常的預期 我建議就是資科局跟議會 跟服務處建立電子公文的交換系統 桃園市資科局回憶會跟同仁研究執行方式 希望藉此提升問證效率 同時也能達到減少公文往返的時間與成本浪費 記者賴尾一桃園報導